周富贵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长相一般今年四十多岁 文化程度不高 为人有点小气 他的老婆名叫吴秀红 年龄比他小了足足十岁 两人结婚不到五年时间 吴秀红给周富贵生了两个儿子 周富贵守着一个漂亮的老婆 又有了孩子 心里甭提多美了 他照的挺好的 比较轻轻 家里打造的也比较干干净 是个情怀的人 情怀故事 预计他就认为也挺形容的 是吧 一个计划号的怼他 按理说吴秀红也应该觉得很幸福 但是周富贵有一个坏毛病 让吴秀红伤透了心 我老公有个坏毛病 喜欢喝酒 喝了酒就爱打人 吴秀红多次遭到周富贵的殴打 而每次等周富贵酒醒后 他不是跪在地上认错 就是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打妻子了 可是等周富贵下一次再喝醉了 依旧会对吴秀红动手 时间长了 吴秀红受不了了 于是他离家出走 一样就遭到气来 他就晾个儿就哭了 意外他传上去 但是那一面照觉他 就当周富贵再次返回客厅时 看见桌子上吴秀红留下的字条 他才知道 妻子吴秀红离家出走了 两天后 吴秀红打来电话称 在外地打工 没有说具体的打工地点 后来电话就打不通了 可是周富贵很清楚 吴秀红根本就没有回家 此时他的心是紧紧地揪着 想着妻子到底在哪 无奈之下 他只好到当地派出所 进行了失踪人口登记 就在周富贵为吴秀红担心时 他却突然听到了 妻子吴秀红与朋友李启明的 一些风言风语 后来议论是越来越多 说的也是有鼻子有眼 这让周富贵心里犯起了嘀咕 于是他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照看 急忙赶到了李启明打工的地方 经过多方打听 周富贵终于找到了 李启明租住的地方 可是当他推开门时 站在面前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妻子吴秀红 被眼前一幕刺激到了周富贵 接着一边说 一边伸手去拽吴秀红 吴秀红拼命地往后躲 周富贵一看 妻子不愿意和自己回家 再一想也是自己有错在先 就放软了态度 苦苦哀求 想让吴秀红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 和他一起回家 并且保证 以后再也不打妻子了 看着面前痛哭流涕的丈夫 吴秀红有些心软 他也很想两个孩子 可一想到周富贵每次打完总会这样 他便又狠了狠心拒绝了 其实我也挺想孩子的 但是他打骂我实在受不了 我就不想回去 吴秀红说 自从离开家 他不再受丈夫周富贵的打骂了 这生活呢 也算是平静下来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13条 家庭暴力受害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 禁亲属 可以向家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的单位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妇女联合会等单位 投诉反应或者求助 不过吴秀红啊 在经历多次被周富贵打骂之后 他呢 却没有采取求助的方式 而是选择了离家出走 也正是他的这种软弱 一再退让的做法 让丈夫周富贵啊 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 自己的问题所在 反而是变本加厉 就在说到李启林的时候啊 这个吴秀红说呢 哎呀 这个完全是一个巧合 省钱啦 交好旅游卡 省钱又好省 其实我也挺关心的 他被他发现 当然他也是三天老头总来闹 后来他就给一百块钱 作业步骤 我总觉得他还是放不下内门 后来他就吹出我 赶紧把离开手机给扒 今日起至10月31号 凡患腰椎尖盘突出的患者 持县级以上腰突击打病例证明 到指定药店去报名 将会有机会 免费获得价值399元的爱妖礼包 字幕志愿者 杨宝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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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出来打工的吴秀红 本来就是赌气出来的 他心里呢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 一天吴秀红偶然碰到了同乡李启明 李启明也是独自在外打工的 那见到熟人了 当然是倍感亲切了 而且这个李启明和自己年龄相仿爱说爱笑还非常的体贴照顾人 慢慢地在两个人的相够之下 吴秀红对李启明可就产生好感了 那天老公打了我之后我就气得离家出走了 走到半路遇到点小麻烦 刚好呢 李启明路过 他帮我把这麻烦解除了 我就从那心里非常感激他 也感谢他 我看他是个女人嘛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 又是个老乡 我就经常没事帮助他一下 后来吴秀红和李启明就同居在了一起 这样的错误行为也为两人日后的相处埋下了隐患 另一边 周富贵不停地催促吴秀红早点回去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 怕被他发现 也不知道将来他发现了能做出什么事 于是 吴秀红与李启明商量 决定让吴秀红假装失踪 这样一来 周富贵就不会发现他们的事了 就在两人还在商量着如何隐瞒时 没想到 周富贵直接找了过来 虽然周富贵有错在先 吴秀红却明知自己还有家庭 还没有结束一段婚姻的时候 又和李启明在一块 他们的这种行为触碰了道德的底下 而李启明呢 虽然一开始帮了吴秀红 但之后的行为却让他一错再错 此时看到妻子的反应 周富贵一时没主意了 只好自己一个人先回家去 无计可施的他独自喝着闷酒 想到妻子吴秀红对自己那个决绝的态度 再加上如今这个冷冷清清的家 他把这一切都算在李启明的头上 越想越愤怒的周富贵拿起菜刀 就直奔李启明家去 当周富贵跑到李启明家时 结果扑了个空 后来周富贵又多次来到李启明家里纠缠 不过李启明也没有出面 而让周富贵没有想到的是 李启明一家人经过商量 竟然主动找到了他 之前还气势汹汹的周富贵 一听李启明要用钱解决 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反正现在看他提的要求 我觉得也合适 因为我也三十多岁了 也没结婚 我们当地的这个风俗习惯 也比这个费用高点 我觉得也合适 此时的周富贵和李启明 两个人完全忘了 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 更是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 而吴秀宏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在没有经过他的情况下 周富贵和李启明 是无权决定吴秀宏的婚姻的 这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 吴秀宏离开周富贵 跟李启明结为夫妻 孩子由周富贵抚养 李启明支付五万元给周富贵 作为周富贵与吴秀宏的 两个孩子的抚养费 并且吴秀宏要跟周富贵 办理离婚手续 再跟李启明办理结婚手续 协议签订后 李启明如约 给了周富贵转让费五万元 周富贵就这样 把妻子吴秀宏 以五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了李启明 荒唐呀 吴秀宏 周富贵 李启明 这三个人之间的行为 是不被法律所认可的 而他们不但不及时纠错 反而还签下了这么一纸 荒唐的行为 无论是当时的合同法 还是现在的民法典的规定 他们所签订的这个协议 那均是无效的 就在签订完协议几个月之后 发生了一件 让周富贵意外的事情 怎么了 这个吴秀宏竟然离开了李启明 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原来自从周富贵知道 吴秀宏和李启明的丑事之后 吴秀宏心里一直非常的害怕 这天李启明突然兴高采烈的 回到两人租住的地方 这个吴秀宏就着急的上前询问情况 那天他回来了挺高兴的 我就问他事情解决了没有 他说解决了 说周富贵自己想通了 以后也不会来找麻烦了 将近一年的时间 吴秀宏没有看见自己的两个孩子 每当看见别的母亲 与孩子在一起的画面时 他的心里都感到非常的难过 好长时间没看到孩子了 挺想孩子的 想回去看一看 但因为我怕他生气 我就骗他说我回娘家 就这样 吴秀宏偷偷地来到了周富贵家 看望自己的两个孩子 当看见两个孩子 渴望母爱的眼神 吴秀宏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扭过头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然而没过几天 吴秀宏回家看孩子的事情 还是被李启明知道的 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那天回来之后 我们俩吵了一架 吵了一架之后 他就吹出我 赶紧把离婚手机给扒击 因为一开始的错误选择 致使吴秀宏尝尝到了苦果 经常为孩子的事情 和李启明发生争吵 无论我怎么对他再好 我总觉得他还是放不下 之后 李启明因为与吴秀宏吵架 心情不好 同时也出于好奇 竟开始吸食毒品 染上了毒瘾 为了吸毒 李启明还借了高利贷 在得知事情之后 吴秀宏傻眼了 东方旭文化传媒 集聘综艺编导 摄像主持人 他让我出去做违法的事 回来他又回来的 本来大神就遇见他了 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随着他 会是两个老婆 我根本不可能理会他 刮果蔬菜 没少吃 没少吃 做习运动 都规律 都规律 为啥还变命 为啥 这多是肠道甘涩 肠动力不足 试试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一果一叶一黄旗 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 肠润滑 有动力 经常变蜜 认准香丹青 专注肠道健康19年 传承中华瑰宝 弘扬中药文化 关爱您的腰椎肩盘 山西广播电视台 携手陈底记 书经健腰丸 及爱妖工艺联盟企业 共同发起 中医药腰椎健康节 工艺活动 相信中医药的力量 如果您患有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坐母神经痛 即可参与 份次工艺活动 即日起至10月31日 凡患腰椎肩盘突出的患者 持腰突病例证明 到以上药店 报名参与活动 和免费获得 价值399元爱妖礼包 也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二维码 报名允许 咨询电话 0351-412-3233 呵护您的腰椎肩盘健康 我们一直在行动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股方 专要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专要清红血 梦奇清血八味片 清仓 清仓 走进原产地 东摇红木工厂直销 全厂不计成本 大清仓 营中秋 幸团圆 百万补贴 大让利 买沙发 餐桌 大衣柜 茶台等 通通送大床 买花里木全房套餐 再免费加送 豪华大床 悬套控制 三十三件 客厅 餐厅 卧室 次卧 全摆满 制药三万八千八 力升十六万 九月二十一号 晚六点前 赶紧来山西省展览馆 月满方特 潮玩中秋 看国潮嘻哈演绎 赏中秋天目大秀 更有浪漫夜火秀 闪耀夜空 百家黑十二小时 超常狂欢 这个中秋节 相约太原方特 月满方特 潮玩中秋 看国潮嘻哈演绎 赏中秋天目大秀 更有浪漫夜火秀 闪耀夜空 百家黑十二小时 超常狂欢 这个中秋节 相约太原方特 走进原产地 东洋红木工厂直销 中秋清仓大醋 优惠力度空前 工厂百万补贴 送大床了 二十万的全房红木 三十三件 只要三万八千八 力胜十六万呀 九月二十一号 晚六点前就来山西省展览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让我出去做违法的事 回来他又回来 本来大神就遇见他了 能过长安稳的日子 随着他回来就来个老婆 我根本不可能离开他 让吴秀红更没有想到的是 李启明为了还高利贷 竟然要求他去做违法的事 这让吴秀红不能接受的同时 更是感觉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李启明把吴秀红打得遍体鳞伤 之后的日子不断有人来家里逼债 吴秀红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这时的他也开始后悔自己当时的冲动 在我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去世了 我跟着哥哥一起生活 本来大神就遇见他了 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没想到现在是这样 违背了道德的做法 最终让吴秀红也受到了惩罚 现在的他也是后悔万分 其实想想吧 周富贵也挺好的 还有两个孩子 我还是想回去 就这样 吴秀红背着李启明 偷偷地回到了周富贵身边 吴秀红的突然回来 周富贵也非常吃惊 吴秀红走了 自己的钱也没了 这让李启明急红了眼 拿着当时签的协议 来找周富贵要钱 后来李启明将周富贵和吴秀红 告上了法庭 要求周富贵退回自己的五万元钱 并赔偿自己经济损失五千元 此时的李启明忘了 一开始 在他明知道吴秀红和周富贵是夫妻时 还选择和吴秀红在一起 已经违反了婚姻法 后来和周富贵签订了所谓转让协议 更是违反了婚姻法 禁止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虽然他贵是人家老婆 是吧 当时照他一不知花了这两个钱 小些人都要钱了 可能不能给他 当时西约上谢了 他给五五块钱 西红等他 是吧 这是他直接回来的 一不知交回来的 当时他们欠协议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要不是他赌博欠债 还逼着做我做违法的事 我根本不可能离开他 对于婚姻 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和严格的办理程序 并不是像吴秀红和李启明这样 在明知一方有家庭的情况下 还要任意妄为 更不像周富贵和李启明这样 凭借一纸协议就能草率决定的 那对于周富贵和李启明的 这种荒唐行为 法律上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李延 李律师 请他为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李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本案中 妻子转让协议侵犯了 吴秀红婚姻自由的权利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 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因此 该妻子转让协议 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 且违背了公序粮俗 属于无效协议 好的 谢谢李律师 咱们回到本案当中 李启明和周富贵签订的 无效协议 不仅违反了婚姻法的 禁止买卖婚姻的规定 而且呢 也违背了公序粮俗 那么在生活当中啊 什么样的合同 就是属于无效合同的呢 民法典实施后啊 关于无效合同 及无效的法律行为 是这样规定的 民法典第153条规定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粮俗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也就是说 并非所有违背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比如买卖枪支的合同 必然无效 但售卖未经消防验收的 房屋合同 则有效 所以应当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最终法院认定 周富贵和李启明 签订的妻子转让协议 违反了婚姻法和社会公序良俗 也损害了吴秀红的婚姻自由的权利 属于无效协议 同时 法院还认为 吴秀红已经回到了周富贵身边 所谓的孩子抚养费5万元 也该还给李启明 不过 李启明明知吴秀红有家事 还与其同居 后来 又与周富贵签订了妻子转让协议 损害了周富贵和吴秀红的权利 也应当适当赔偿 最后 法院判决 周富贵贩还3万元 给李启明 这场由一纸荒唐的协议 引发的官司 结束了 吴秀红和周富贵 两个人作为合法的夫妻 如果确实因为种种原因 无法在一块生活 他们完全可以 按照相关的流程 来办理离婚手续 而不是通过这样 荒唐的无效的协议 就做出无道德 无底线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不被法律允许 也是不能被社会所容忍的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东风旭文化传媒 集聘 综艺编导 摄像 主持人 东风旭文化传媒 集聘 综艺编导 摄像 主持人 承建广告 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